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一直是历史经久不衰的话题 陈于落雁 碧玉修花八个字 流传出多少美丽的传说 更为她们平添了几分神秘 然而就在人们沉浸于四大美女的美貌时 她们的结局却显为人知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大美女的结局 首先是陈于西施 因她出生于春秋末期的月果 出现时间最早便成为四大美女之首 传闻西施容貌秀里却又不失妩媚 且走路轻盈风姿卓月 幼阴时常在河边缓沙 水中的月儿见她绝美容颜 都忘记游洞而缓缓沉入水中 顾得名沉鱼 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 西施虽有好皮囊却患有心臂 走路时常轻皱眉头 可这副若柳浮风的样子 反而让村里人觉得她更加漂亮 这才有了后来的东施小贫 尽管西施生于乡野人家 却依旧摆脱不了牺牲品的下场 当时越国被吴国打败 越王勾建人为吴国的阶下求 受尽百般羞辱的勾建 得知吴王好色后便命令重臣范黎 在全国各地搜寻美女 上演一场美人计 让吴王荒废朝政 进而灭掉吴国 范黎领命后遍寻各地 终于在驻罗村找到了一位名叫西施的女子 然而初次见面时 范黎就对西施一见钟情 赴国大忌也抛之脑后 只想和眼前的女人双俗双飞 后来还是在同僚的劝戒下 范黎才忍痛割暗 将西施送往王宫 学习琴棋书画和各项礼仪 三年的学习让西施变成一名合格的剑帝 不久就被送入了吴王宫中 吴王初见西施时眼睛都直 忙不迭地想要和美人入洞房 甚至还在姑苏建立春宵宫 以便和西施游玩其中 后听闻西施对响鸡舞颇为精通 吴王扶差又命令宫家 建立响鸡郎宫起义舞 就在吴王嘴上梦死之时 岳王却悄悄内眷 一番卧心长胆后 终于让岳国强盛起来 最终岳国东山再起灭掉了吴国 吴国被灭后 西施也不知所踪 关于他的下落一直有着三个说法 第一个就是自尽 传言西施在得知吴国被灭后 觉得十分对不起吴王 一边是家国天下 一边是君王宠爱 深感羞愧的他便决定自杀谢罪 其次就是隐居说 据说趁着吴国大乱 范黎潜入吴王宫里 将西施带了出来 两人便开启了双宿双飞的隐居生活 第三个就是被杀说 一说是岳王勾建的夫人 看到西施后 生怕丈夫重蹈覆辙 便下令将西施绑上石头沉入了海中 另一说则是吴王所伤 直到现在西施的死因都众说分坛 真正的结局恐怕只有历史所知晓了 如果说西施的结局给人无限遐险 那么四大美女第二位的王昭君 可就是无尽悲凉了 王昭君原名王强湖北兴山人 有洛艳自称的他 从小就是远近文明的大才女 后被选入汉原帝的后宫 和大多数女人一样 王昭君渴望飞上枝头当凤凰 然而因为他得罪化石毛岩手 画像被刻意丑化几分 而被皇帝遗忘 成了宫中的小透明 恰逢匈奴的胡寒邪 缠于来汉宫求亲 甚至做不了凤凰的昭君 便自愿请英前往边塞和亲 毕竟做一只草原上的小鸟 也比老死宫中要强得多 而汉原帝见到美若天仙的王昭君后 当即想要悔婚 但碍于面子 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昭君成为别人的妻子 后来王昭君告别故土 踏上了和亲的道路 在处在途中他想到再也见不到故土 一时间情难自己弹奏起了离别之举 绝世的容貌加上婉转哀怨的曲声 让天空中的大眼都为之驻足 一时间忘记扇动翅膀 纷纷从高空跌落 虽然这个故事有些夸张 但从侧面也能看出王昭君的天人之姿 到达匈奴之地后 昭君凭借着美貌与智慧 很快在匈奴中赢得尊重 被称为宁虎淹室 以为能带来和平的王妃 而王昭君也并没有辜负这个称号 他学习匈奴的语言 成为大汉和匈奴交流的桥梁 促使双方达成多次外交合作 保证了大汉边境几十年的安稳和平 虽然王昭君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凄惨 虽说胡涵蟹禅与他安安有加 俩人还育有一子 但这种宁静的生活 仅仅持续三年就戛然而止 公元前三十一年 呼喊邪禅与去世 按照匈奴收集荤质的习俗 王昭君要嫁给丈夫的长子傅朱雷禅与 母亲假儿子 这对于中原出身的王昭君 是万不能接受的 于是他便上书继位的汉成帝 希望能重返故土 但汉成帝从胡俗三个字 打破了昭君的所有希望 他只能忍受去无夫死从此 这样的光景持续十一年后 付诸类禅与去世 昭君被迫嫁给新的禅与 悲惨的婚姻本就让他心里交粹 又听闻王王篡权 匈奴也不承认王王的身份 便将因此在其战乱 而王昭君看到苦心 经营几十年的和平毁于一旦 悲愤之下一病不起 仅仅三十五岁就相消欲 死后被葬在内蒙古的大黑河畔 然而不管昭君出赛是否自愿 他对大汉做出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论功绩来说 他的付出远超其他三位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第三位本应该是貂蝉 但他身份有些特殊 放到最后更没合适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四大美人的修化杨玉环 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受网李茂的妻子 但由于太过漂亮 让唐玄宗越过轮流 将儿媳封为贵妃 所以除了美貌 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 他和唐明皇之间的感情 杨贵妃的美貌是毋庸置疑的 大事人李白就曾留下多篇 关于贵妃之美帝家族 而他受到的荣宠 更是冠绝后宫 玄宗曾当众宣布 朕得杨贵妃 如得至宝宇 唐明皇之所以如此欣喜 除了杨玉环清晨的美貌外 更是因为他善歌舞通音律 玄宗视其为之音伴侣 一首霓裳羽衣曲 更是代表两人爱情的爵士杰作 而贵妃不仅擅长跳舞 他还是个鸡盘高手 每每演奏都让李隆基欲罢不能 为了讨好美人 李隆基将上好的绿语经 着成玉盘宫贵妃演奏 后来更是下令为他修建华清宫 飞仙阁等华丽宫殿 连杨家人也因为贵妃受宠而加官警局 然而杨家仗着自己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开始无法无天起来 杨国忠把持朝政逊私舞弊 致使朝堂一片混乱 最终被安禄山找到机会 以清君策的名义 掀起了一场差点让唐朝覆灭的安史之乱 起初安禄山造反时玄宗还不信 直到对方兵指长安时 唐玄宗才带着贵妃等人匆忙逃跑 经过马维泊时 唐玄宗在陈玄礼等将领的逼迫下 只能将贵妃刺死 38岁的杨贵妃就这样混断马维泊 不过也有传言说贵妃没有死 而是逃到了日本 因为日本出现了杨贵妃的墓 不过这应该是人们美好的想象罢了 虽然这三位的结局让人唏嘘 但他们都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上的 唯独有毕业之称的貂蝉 是杜传出来的 只是三国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罢了 虽然貂蝉是假的 但在厚汉书中 却出现他的原型 书中说他是董卓身边的一个婢女 不过并未提起名字 不过他和吕不由然 倒是被记载了下来 在演艺中 貂蝉是王云府中的一名歌姬 后背收为义女 相传貂蝉在府中拜月时 恰逢清风吹过 一片浮云遮住了浩月 于是王云逢人就说 我的女儿每到让月亮都羞愧 那时东汉王朝被董卓掌控 王云便利用貂蝉设下连环境 离见董卓的吕不父子之间的关系 他先将貂蝉暗中许配给吕不 然后再光明正大的献给董卓 当时董卓全是滔天 吕不又是少年英雄 但两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好色 于是貂蝉便趁此机会 在两人中来回周旋 迷得两人神魂颠倒 一日吕不趁着董卓外出 便偷偷跑到府上与貂蝉撕毁 而貂蝉也顺势挑拨两人的关系 说他是被董卓强行霸占 吕不听闻后对董卓心生不满 恰巧这一幕被回复的董卓撞见 怒不可遏的他抢过方天化妓 就要刺杀吕不 被吕不逃走 但此时他彻底对董卓起了杀心 在网远的劝说下 吕不最终反杀董卓 后来吕不命葬曹操之手 貂蝉的去向也成了一个谜 属中也并未明确交代 所以很多读者给出了几种猜测 一种就是厌恶权力纷争 进入了尼古湾长版青灯古佛 另一种就是貂蝉成了曹操的俘虏 后次给了关羽 但关羽嫌弃他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 害怕自己变成第二个吕不 便将他斩于倒下 这才有了后来的关羽月下斩貂蝉 虽然貂蝉并不存在 但是这依旧改变不了 他是四大美女之一的地位 大家觉得貂蝉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